尼泊尔接近中国边境地区 发生7.4级强烈地震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震感 建筑物摇动 许多人从建筑中跑到外面 地震发生时 尼泊尔议会正举行会议 议员们都赶紧逃兵 地震震中 在珠穆拉把峰下的拉多夫 和星克帕尔乔克地下10公里处 尼泊尔在4月25日 刚经历了一次7.8级强烈地震 8,046人在地震中死去 1万7800多人受伤